歡迎來到OpenSpace的corner 然後我們現在要帶大家來逛逛OpenSpace的場地 OpenSpace在SpaceB的中央草地區 那走到這邊我們可以看到有一個標題寫OpenSpace 那只要按下X就可以打開這個HackMD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看現在OpenSpace有哪些主題 沒錯 然後現在的話 這個HackMD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九個攤位 那下面的話會有一些OpenSpace的說明 那大家可以自己進來看 那麼現在的話裡面有幾個報名的主題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首先這邊有一個是說 這個是早上的 這是今天早上的 那今天下午的話應該是會有像是這個 去中心化金融 由我們小David帶來的去中心化金融相關的OpenSpace 然後下面有YYC主持的Sky Work Side Work Side Work Side Work 對 然後還有這個 話題非常的多元 對 非常的多元 那想問一下Sherry你對什麼主題比較有興趣 我其實對小David的去中心化金融蠻有興趣的 因為小David是一個币圈的狂熱者 那他常常都把就是币圈相關的資訊掛在嘴邊 所以會蠻好奇他要講什麼的 所以如果對去中心化金融有興趣的人 也可以去找小David聊天 對 那我自己的話也是對這個主題蠻有興趣的 也想知道小David他會蹦出什麼新花樣 那另外的話我自己也對這個Python官方文件翻譯計畫有一點興趣 因為以前也有參加過他們這個計畫 那現在的話主要是Matt跟Josex他們兩個在繼續做這個東西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都可以一起加入OpenSpace跟他們一起聊聊 那接下來我們就直接進到各個攤位去一一的跟他們聊天互動吧 對 我們要突擊採訪他們 好 那我這個幫我打開 我這邊要開嗎 對 OK GO 那我們首先來到 從1號 好 從1號開始 可以跟著Benson跟Shirley這兩個小人一起走 嗨 嗨 你們好 我們是直播團隊 嗨 你好嗨 嗨 你們這個 我現在才 我剛剛遇到一點技術問題 所以我還沒有辦法share我的螢幕 所以你們這個OpenSpace主要是在講什麼內容的 我們要講什麼是去中心化金融 然後我現在要share我的螢幕 但我還沒有開全線 好 那不然我們等一下再回來 訪問你們 我們現在先前往第二個OpenSpace 好 那我們先到第二個OpenSpace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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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son 哈囉 哈囉 我們是直播團隊 對 我們是 我跟Shirley目前正在做OpenSpace的直播 對 然後想要問一下你們這邊的OpenSpace是什麼主題 我們在討論Sidewalk和寫數值計算程式 可以稍微介紹一下Sidework嗎 我們希望讓做科學研究的人 工程師 或者是做數值計算的人 有地方可以一起交換寫程式的經驗 還有寫出來的程式 我印象中之前那個Sidework有很多不同的Spring嗎 會定期的舉辦 對 我們歡迎大家來寫數值計算程式 或者是帶你的程式過來我們一起來做 那現在有什麼Project是進行中的嗎 我們現在有ModMesh 我們也幫忙Hoff的Python Documentation Translation Project 然後還有一個叫Syntax的Project 是做量子無力計算的 了解 所以說目前參與的那些參與者 他們大部分的背景會是工程師嗎 還是說有一些也是學生 工程師、科學家、學生都會有 所以看起來不論是參與者還是有接觸的主題 都是相當的廣泛 所以歡迎對Sidework有興趣的夥伴 來OpenSpace的第二個區塊找YYC 還有其他的夥伴聊天 對 沒錯 然後我記得Sidework也有一個官網 所以大家也可以定期到官網上面去Follow他們 Spring的相關的訊息這樣 對嗎YYC 是的 歡迎大家來跟我們聊天 對 那如果對各種數值運算相關的專案 有興趣或者是翻譯官方文件的這個專案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加入Sidework 那下面也有一個翻譯計畫的討論區 那我們等一下也會到那邊去 然後謝謝YYC 謝謝還有其他的參與者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前往下一個OpenSpace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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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掰掰 哈囉 哈囉 你們好 你們好 我們是直播團隊 我是Shenny 還有Benson 對 我是Benson 我們現在在直播 對 那我們想要來訪問這個OpenSpace的host 是誰 目前是我 喔Rex 喔Rex 你好 那可以就是稍微講一下 現在這個OpenSpace在講什麼內容嗎 現在 變沉默中 這邊主要是在討論那個 就是 有關那個舉辦拍抗或是 籌備拍抗的經驗 或是參與社群的經驗 就是經驗分 參與社群的經驗分享這樣 那Rex要不要向我們的直播觀眾分享一下 你有什麼經驗 有什麼經驗喔 就是在參加拍抗到處吃吃喝喝很開心 沒有啊 可以認識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這樣講好像 這樣感覺就是聽起來蠻吸引人的啊 講得好像拍抗都在吃喝玩樂一樣 其實好像也是這樣子 其實我們還是很認真的在舉辦年會啦 對對對 沒錯沒錯 所以你們剛剛有討論到什麼議題了嗎 沒有其實沒有 因為大家都是雙面孔 所以就是 就是 認識的朋友們大家閒聊而已 那你們剛剛有沒有 你們剛剛是用中文嗎 因為我們這邊有一位那個 HISA-san 對 他剛剛有加入你們一起聊天嗎 呃 零點 HISA-san KONNICHIWA KONNICHIWA 你好 他會講這個 你好 你好你好 現在是生中討中 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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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沒關係 那這邊 這邊主要就是聊社群經營 對 不然Benson來分享一下 當初怎麼會接觸到PiCon這個社群號 當初就是 因為PiCon就是很多坑嘛 所以就一個不小心就疊進去了 講得非常的抽象 很像愛麗絲夢遊 夢遊仙境的感覺 對 然後主要就是 反正就是 當初就有人挖了一個坑 就問說 欸你要不要進來 然後就掉進來 那我相信這邊大部分的職工也是這樣子 那我想問一下Sherley自己的經驗 我的話其實就是被FV廣告觸及到 恭喜可能行銷組大家 哇這行銷組的這個 對 你們的廣告成功觸及到我了 然後我就打開錶單 然後那時候好像是半夜兩點 我就打開錶單 就舔 所以 就是 不知道當時腦袋有沒有清醒 但現在就是 覺得當時的決定是還蠻好的決定 對 那我們恭喜 我們恭喜行銷組還有Sherley OK 有沒有人想要分享一下 當初來參加社群的 就是可能契機或是經驗呢 喔 我看到泰祥 泰祥 哈囉泰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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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泰祥可能沒有聽到我們在講話 對 難過 我想 我想稍晚圖米來分享可以嗎 可以啊 剛才電腦有點問題 我回來了 我回來了 好那先 泰祥 好那先 然後泰祥 泰祥 可以分享一下你當初怎麼參加 怎麼會參加排康台灣嗎 可能 Cue的有點突然 我不知道 還是 泰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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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祥現在 泰祥 泰祥現在 泰祥 泰祥現在 泰祥有點斷線 泰祥 泰祥 然後我三年前還是一個博士後 然後我真的很幸運就是接到一個 博士後的主題是在講開源創新對台灣資訊產業的影響 所以你當時不會 不會 泰祥創新對台灣資訊產業的影響 然後我就很熱血的接下來了 然後就 而且在這之前我十幾年 是不是太那個 就是反正就是 不會啊你跟我們年紀應該差不多 對 就是反正好我讀幼稚園的時候就 就開始那個好不好 然後 然後之後就是 十幾年都沒有被碰開源 然後就想說 嗯那我就 順便了解一下現在開源在搞什麼好 然後就 一人機會就來那個拍康當志工 就拍一下 然後之後就每年都有多多少少都有拍 好痛一點 啊今年 本來是答應你為大大要跳那個行銷的 可是 真的學校就是忙不過來 所以後來就 就 很早就跟他說我沒辦法 這樣 啊就是變成說這兩天來 踏踏花啊這樣 幫幫忙這樣子 這樣 了解 謝謝Tumi 沒關係 我們就是期待以後Tumi的活躍 對 因為其實社群經營就是這樣 就是大家就是 但是有有力的時候就可以來幫忙 對 那如果自己有很多事情的話 那其實 也沒關係 還會有很多人可以一起協助 對 好那我們 那我們 謝謝大家 謝謝這邊的open space的大家 那祝你們 愉快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前往下一個攤位 好 那我們去第四個攤位 謝謝大家 拜拜 謝謝辛苦了謝謝 拜拜 來我們 來到 第四個攤位 第四個攤位 哈囉 哈囉 嗨 嗨 我們是 我們現在在直播 我們現在是直播 可以跟我們觀眾打聲招呼嗎 嗨 我們現在在YouTube上直播 可以請你們分享一下 就是你們現在在談的主題嗎 我們的主題就是 Python官方文件的繁體中文翻譯計劃 那 哇 聽起來好專業呢 聽起來超厲害的 就是 其實並沒有非常高的門檻 就只要你懂一點Python 然後就可以來找看看 有哪些還沒翻譯的文件 是可以來幫忙把它翻成中文的 那過程中 雖然會有點辛苦要把 把英文翻成中文 但是相信你對於Document 也會有更深的認識 對於你想要認識的主題 也會順便學到更多這樣 那我想 我想請問一下你們目前在翻譯的 Python版本是第幾版 我們翻譯就是隨著目前 呃 有正式發行的版本 所以現在最新是3.10 然後 下個月應該就會切到3.11這樣 了解 那你們在做這個翻譯計劃的時候 整個workflow是怎麼樣 我們現在其實 目前還是讓大家去發PR 發issue這樣 我們在有一個reportory 然後 呃 你是可以分享的嗎還是怎樣 還是 你說你現在要分享畫面嗎 對啊 可以啊可以啊 我現在那個直播就是透過我的螢幕 所以你分享的話我這個螢幕也看得到 好的好的那現在看得到嗎 現在看得到 現在看得到 所以每一個頁面呢在在上面都會找得到一份檔案 那我們現在就是用發issue發PR的形式來合作 那issue就是只要在上面跟大家講說你想要翻譯哪一份文件 希望不要跟大家互相衝突 這樣就好 然後之後就可以開始翻譯 翻譯完之後呢 就是發PR的形式 對 那 這個我們之後會再公佈一些相關的聚會活動的計劃到時候會有更細更會更仔細的來講說我們翻譯的細節會長怎樣 對然後到時候再麻煩大家關注我們這個repar3 對麻煩大家多多關注 那你們這個計劃其實目前也是跟sidework那邊一起算是合辦嗎 對對沒錯 我們現在在sidework底下 然後所以加入我們這邊有個discord link 那這個其實就是我們平常的討論區這樣 是在sidework server底下有一個channel 然後再找一下喔 sidework的channel裡面我們有一個pydock-zhtw 對然後我們就是平常的討論呢都在這裡面 OK所以你們其實會定期也算是定期在辦spring嗎 然後會定期實體的一起大家做這件事情 對沒錯我們現在因為sidework就是每個月會有一次的實體聚會 那我們現在是跟著sidework一起辦 那如果有如果我們的成員某一次sidework的聚會 大部分都不能加入 我們才會考慮自己這個project獨立出來辦自己的事件 OK 那就歡迎對這個計畫有興趣的各位觀眾到space4找math聊天 然後希望你們也可以 對現在很缺人 喔真的嗎 對啊非常缺非常缺人 我想問一下你們這個官方文件翻譯的進度 百分比已經進到多少了 我們現在應該才20出頭而已 20出頭 所以非常缺翻譯的志工 需要那想問需要英文很好嗎 其實Python document用的英文都是非常的簡單的 並沒有到非常艱深 所以翻譯起來我覺得 因為如果是沒有接觸翻譯過的 沒有接觸翻譯的人的話 剛開始當然還是會有一點困難 但是他其實並不像文學翻譯那一樣 就是只要是懂一點中文懂一點英文 然後配合一些查閱啊 其實應該都不會到非常困難 好喔 感覺是一個就是 呃算是練習英文練習中文 甚至是了解Python 練習Python 對練習Python 英文中文的一個很好的機會 那歡迎有興趣的觀眾 再來OpenSpace的第四區來找Man聊天 那我們就要前往下一個OpenSpace囉 好那我們就謝謝這個OpenSpace的參與者 掰掰 掰掰 好來到Space5 嗨 這邊有人嗎 哈囉 嗨 嗨 這邊沒有人 怎麼我們一來這個半桌的人全部離開了 大家直接離席耶 對 這半桌那麼豐富 這邊真的沒有人嗎 那個 李英 李英是嗎 李英是Data Team的 喔 你們的 你只是跟著我們而已 喔我們在follow團隊 OKOK 就是我們直播團隊的小粉絲 好 還是我們 那Luke坐在這邊是在發呆嗎 還是在吃半桌 哈囉Luke哈囉 我負責拍照 我負責拍照 喔 OKLuke是我們的志工 他負責 小幫手之一 負責拍照 那我們就前往下一個囉 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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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 嗨 嗨 ح あの Open Source Contribution is first time Country first time contribution Yes So Do you know the library speech recognition? Survivory speech recognition? Survivory? Survivory? Oh library Oh library The name is speech recognition Speech recognition Yes Let me google it Uberi-san created the library And I joined as a collaborator Yes speech recognition Oh chat is a repository Mirabite chat So Oh chat Yes Wait Okay Um So you have a You have a speech recognition project Yes Oh The owner is another person Is this project under your github account? No no It's under another engineer Oh But I I You are the contributor I can I'm a contributor so I can merge some pull requests For her close issues Oh I see Can you translate Oh I see Can you translate Oh it's all I see So feel free to say Hai Say hi Hi So what kind of help do you need? So what kind of help do you need? What kind of help? So... You need more contributors? I usually publish my script in GitHub But speech recognition repositories are big So big And this hub has 6,000 over stars Wow And many issues So a lot of issues waiting for people to contribute So anyone interested in this project The speech recognition You can come find Nikki-san And try to contribute to this project Okay, thank you, Nikki-san So we are going to the next open space Thank you, Nikki-san Thank you, bye-bye Thank you, everyone Bye-bye Bye-bye Thank you Oh, wow Wow,這邊很滿耶 這邊超滿的 我們-這邊怎麼進得去 我們擠得進去嗎? 你按G Oh,大家知道按G的話就可以穿越嗎? 在Gather Town按G 你就可以成為透明的 然後穿越任何障礙 就是升級的時候都很生氣而已 Hello Hello,大家好 我們是直播的團隊 我們現在是直播團隊 我們現在在YouTube直播中 大家可以按愛心 你們就... 你們就上YouTube了 對 你們可以說媽我上YouTube了 那想問一下你們現在的這個open space是什麼主題 對啊,是誰host的 底論上應該是我host的 那我們來訪問TP TP我們現在... 那我猜這邊是Airflow相關的主題 是沒有錯 Benson很了解 那TP可以分享一下你們現在在聊的主題嗎? 我們剛剛在聊的主題是... 就是... 我們一開始聊的主題就是大家使用Airflow的經驗 然後之後是... 許願Airflow功能 然後... 許願有效嗎? 許願有這個... 時間會證明 時間會證明 時間會給我答案 沒錯 然後... 現在在自我介紹 現在是自我介紹環境 然後好像打斷你們 那TP要不要跟我們YouTube的直播觀眾說一下 就是... 你在Airflow是做什麼樣的角色 什麼樣的角色? 對 我的公司是Airflow Provider 叫Astronomer.io 然後... 我平常就是在... Airflow GitHub Issue Tracker上海巡 方便... 把別人提的Bug... 把別人提的issue說那個不是Bug 然後把它關掉這樣 然後如果是Bug的話就修一下 所以可以看到現在這個格子裡面集來了非常多 Airflow的可能使用者 或是可能有想要提出可能是Bug的人 對對對 沒錯 那我們隨機來抓一個人來訪問好了 好 那給你挑一個人好了 給我挑一個人嗎? 看得到嗎? 嗯... 我來看一下喔 嗯... 要從這邊對不對 Nearby Nearby 這邊有沒有就是... 有沒有人 Airflow的使用者想要自願舉手的 剛剛還沒有發言的 可以自動舉手一下 你們剛剛是用中文還是英文啊? 用中文 中文 OK 那有沒有人想要出來幹狗一下 Airflow YouTube 不要這樣 幫我敲音謝謝 幫我敲音謝謝 有嗎? 還是... 還是TV幫我們點一個人 還是我們讓他們想一下 就是他們可能要包裝一下自己的語言之類的 剛剛是... 剛剛到...等一下我看一下剛剛到誰 裏... 裕... 裕山銀行李懿 哈囉 裕山銀行的李懿 裕山銀行的朋友 你對Airflow有什麼不滿嗎? 對啊 可以跟我們說明一下你使用的經驗嗎? 看來... 我們朋友們都很害羞 對... 好...那我想問一下在這個格子裡面的人 你們是... 有使用過Airflow的可以幫我按個愛心嗎? 有使用Airflow幫忙按愛心 喔!看起來好像不到一半喔 所以其實有很多人應該都是就是想要了解 更多有關Airflow的事情才來 所以不一定是... 像剛剛TP所說的 對Airflow有不滿 對對對 有可能是就是好奇 這個東西在做什麼 或者是可能看人很多就鋸過來 對...那我要趁機... 推銷一下我的那個... PiCast這個節目 因為那個... 上一集我們... Season 2 要不要先介紹一下什麼是PiCast PiCast是我們... PiCon台灣的一個... Podcast節目 然後... 我們主要都會邀請... 講者... PiCon裡面的講者或是志工 以及... 其實Open Source的... 不同Conference的講者也歡迎 然後到我們節目上面來... 分享他們的故事 然後也有可能是... 嗯... 他們把他們的Talk 用一個比較輕鬆的方式... 讓我們用... 訪談的... 方式來... 跟他們... 更加的了解他的主題 那上一集的話 我們就邀請TP來跟我們分享... Apachi Airflow這個工具... 的一些... 嗯... 有趣的故事 然後... 以及我們也有邀請... 呃... 我們... 團隊裡面... 呃... 我們那個志工團隊裡面的... 一位... 志工... 使用者... 叫做小David... 那... 呃... 我們在這個裡面就有聊很多... 跟 Airflow有關的內容 使用者跟開發者之間的對談 對... 所以如果這個框框... Open Space這個區塊裡面... 對Airflow有興趣的... 大家都歡迎... 支持... 然後去聽這一集... 我們的節目 可以對Airflow有更深的了解 對... 那我們就... 先打擾各位到這樣... 讓大家慢慢聊... 對... 不好意思一直打擾各位... 那我們就... 前往下一個... Open Space... 大家掰掰... 大家掰掰... 掰掰... 我過來了嗎... 哈囉... 嗨... 喔嗨... 哈囉 Jordan... 哈囉... 哈囉俊瑋... 這是直播嗎... 對啊... 我們是... 哈囉哈囉... 我們正在YouTube上面直播... 我們上YouTube了... 我上電視了... 媽我上電視了... 媽我在這... 媽我在這... 可以跟YouTube的觀眾們... 打個招呼... 對...你們可以打開你們的鏡頭... 跟... 跟那個... 我的公司很好... 嗨... 嗨... 你們要介紹一下... 你們現在... 就是... 正在談論的中題嗎... 喔... 我們現在在談的是... 就是... 有關於海外工作經驗的分享... 那這個不限制於就是... 只有在... 呃... 真的現在在國外... 就是像... 因為後疫情時代... 在... 台灣... 那你其實... 你的公司可能是在國外... 那你是這樣... 一個... 工作的... 呃... 模式的話... 就是... 還蠻歡迎到我們這個... open space來一起參加討論... 所以你是這個... 這個space的主持人嗎... 呃... 對... 那我想要問一下... 在這個space裡面... 誰有... 就是... 誰是有海外工作... 或是... 可能留學經驗的... 可以給我一個愛心嗎... 對啊... 可以給我們一個愛心... 讓我們知道一下嗎... 就是... 這邊... 有誰是... 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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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5個... 5個... 所以看來就是這個open space裡面... 6 7 8... 真的有這麼多... 就是... 我怎麼覺得你應該有重複算到... 喔沒關係... 反正... 就是... 其實這邊應該有蠻多在... 是... 你們目前都正在海外嗎... 還是說... 呃...其實... 應該也不限於現在吧... 就是可能... 過去... 現在... 未來... 那不然... Jordan來分享一下你... 你在東京的生活...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那不然換下一個人... 可是... 可是我... 我還是在台灣耶... 我是在台灣... 那你聽什麼... 他在這裡... 沒有啊... 他有興趣啊... 那... 歡迎大家趕快到中京來玩... 趕快到中京找我玩... 對... 希望可以趕快開放... 國門... 然後大家就可以來日本玩... 對... 那還是我們... 可以邀請一位目前... 正在... 海外工作的... 朋友... 跟我們... 分享一下呢... 有嗎... 有人自願嗎... 好... 看來大家都很害羞... 聽說這邊的人... 其實都在台灣... 但其實這個群組... 也不限定海外... 也有可能只是... 對海外有興趣的人... 然後... 大家就都來聽... Jordan分享... 對對對... Jordan真的是... 大神耶... 對啊... 這樣... 這樣不太對... 變我的Office Hour... 這樣不能... 對對對... 好... 希望Jordan之後... 可以跟我們分享... 更多什麼... 海外的趣事... 對... 那我們就... 先讓他們聊吧... 好好好... 我們要回到... OpenSpace One... 去訪問剛剛... 器材出trouble的... 小David... 好... 那我們這邊... 就先跟... 這個Space的... 大家說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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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桌沒有人... 在第九桌沒有人... 第五桌也空了... 那... 大家... 可以去開... 新的話題喔... 欸... 欸...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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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的設備... 已經修好了嗎... 有... 搞定了... 我覺得網路的問題... 剛剛網路超級慢... 我一直臉不上... 小David很用心耶... 還準備了... 還準備了剪投影片... 那... 我們就讓你在直播上... 講幾分鐘吧... 好... 你繼續吧... 好... 那我們剛好講到... 助避稅... 那我... 我從頭... 從頭介紹一下... 什麼叫做... 助避稅... 呵呵... 到... 搶錯倒帶... 好... 什麼叫助避稅呢... 這... 這就是我們... 助避場... 助避的過程... 就是... 假設你今天... 想要住到一個... 價值100塊的... 這紙超好了... 然後那張紙... 然後再加上... 廉價勞工的... 的薪稅... 成本是1塊錢... 那... 但是你... 你住了100塊... 的... 的貨幣出來... 那中間那99塊的... 價值是哪來的... 靠政府信用背書... 背出來了... 而這99塊的價格... 被稱作... 助避稅... 好... 但你會覺得很奇怪... 就是... 既然是... 我看到有人在偷銷... 呵... 但是... 為什麼... 為什麼它叫... 它叫稅呢... 原因是這樣子... 這是... 呃... 比如說... 我們舉個例好了... 假設今天... 助避場... 它開在新竹... 然後... 它不斷的... 印新的鈔票... 出來給新竹的工程師... 讓他們發大財...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你應該想到... 新竹的房價會... 通貨膨脹... 不斷被取消... 沒錯... 通貨膨脹... 你是... 百年難得一見的... 經濟學天才... 但是... 呃... 隨著... 新竹的通貨膨脹... 到一定程度... 它發生什麼事情... 它會向全台灣各地... 呃... 開始擴散... 然後讓... 全台灣每個地方的... 物價都開始上漲... 因為... 因為新竹這些人... 人家有錢了... 他會去別地方玩... 然後他會發現... 別地方住... 所以他會慢慢的擴散... 然後讓... 台灣的物價... 然後... 接近一致... 所以通膨... 它是一個... 漸進式的過程... 它不會一瞬間發生... OK... 那... 那... 回到剛剛講... 為什麼這東西叫住閉稅呢? 它可以... 可不可以打個X... 可以... 那個... 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們可能要前往... 下一個open space了... 那... 我們謝謝... 就是... 小David... 對於... 住閉稅... 還是... 小David... 給我們一個... 簡短的介紹... 對... DeFi的highlight... 對啊... 不然我們都還在住閉稅... 我們就要走了... 沒有問題... 我剛剛以為我要上歷史課... 好... 這邊寫錯了... 這邊寫... not... financial advice... 其實這個financial advice... 你就all in這個... 以太幣... 然後應該可以有一年... 超過500%的投保日... 就這樣... 因為你比較保守... 那你就買USBT... 好...結束了... 所以沒有500%的話... 我們就找你喔... 本意間... 代表本台的見解... 這是小David... 個人的見解... 對... 我們沒有要為此負責... 小David的電話在... 對... 我們就是... 之後如果有人... 提醒他的話... 然後... 投資資歷... 對... 投資理財有賺有賺... 請小月公開說明書... 就是他拍唱台灣... 的小David... OKOK... 我們官方很不負責... 好... 那我們就... 前往下一個區域... 好... 那就謝謝... 謝謝小David...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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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要加速了... OK... 去第三個... 我們剛剛... 有Cue... 太翔要分享... 好... 來... 剛剛第三個是... 關於... 社群經營... 對... 哈囉... 不好意思... 我們又回來了... 嗨... 哈囉... 我們剛剛有請... 太翔要來... 分享... 欸... 還是小David... 不是小David... 已經過了... 對... 大David要來分享... 就是... 關於社群經營... 或是你今年... 當總招的心得... 痾... 今年的心得... 我覺得... 可能... 應該這樣講啦... 其實... 成幾年下來... 從... 我其實現在是... 從... 一開始從... 一步步高升... 一步... 可以聽到聲音嗎? 可以啊... 聽起來很累... 喔... 沒有... 呵呵... 從... 19年到現在... 我覺得... 在社群打完比較久... 可能... 從一開始... 可能只是... 一個小小的志工... 到今天當大會主席... 就是... 就是視野上的不同啦... 對... 你可能要看... 一個conference的... 層面角度... 所以我覺得是... 對我來說... 是... 你可能不會... 從以往... 可能只是... 單一個組... 或是... 單一個私情... 去看... 這個conference... 而你從一個... 整體面去切入... 什麼叫做一個... 成功的活動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 算是今年... 比較大的一些收穫啦... 還有一些... 跟... 前輩們討教... 對... 尤其是... 台長李維... 其實給我蠻多的... 建議... 還有救... 對... 之前都... 給我蠻多的一些... 給我蠻多一些... 其實可能有些事情... 不太知道怎麼... 解決的時候... 其實大家... 社群就是這樣嘛... 互相支援... 你會... 你是不是要講到... 哭出來了... 蛤... 什麼東西... 你現在要講到... 哭出來了嗎... 我們的總召好像... 非常的... 他非常的感性... 感慨萬千... 對啊... 沒有... 怎麼李維跑來了... 偷聽... 對... 那所以就是... 感覺當總召... 讓David... 有很大的收穫... 對... 那... 泰翔要不要也分享一下... 就是在社群多年的... 經營的心得... 泰翔以前也當過總召嘛... 就是... 身為總召... 或是... 現在的總召前輩... 嗯... 有什麼... 想分享的事嗎... 可以在... 兩分鐘之內分享完嗎... 對... 我兩句話就可以了... 好... 歡迎大家去看我... 這一次... PICON F2022的分享... 我的... 知識經驗都在裡面了... 簡潔有力... 對... 簡潔有力... 那... 那我們其實... 呃... 那個... 我在工商一下... PICAS EP4... 我們EP4就... 也有邀請李維跟泰翔... 來分享社群經營的... 內容... 那... 主要就是圍繞在... 泰翔他寫的一本書... 叫做Emergence... 那... 他形容社群的經營... 就像是... 水分子結合成... 雪花片一樣... 的概念... 那... 對... 所以說... 社群經營可以帶給大家... 非常多不同的... 樣貌... 然後... 跟收穫... 那這一集節目... 我們還沒有剪完... 所以... 過一陣子大家應該就可以收聽得到... 那... 呃... 謝謝這個Openspace的各位... 跟我們... 分享... 那我們今天的... Openspace... 就差不多到... 這邊... 對... 我們的Openspace... 就在我們的總召跟... 前總召的... 就是... 的... 這個叫什麼... 感想一下完美的結束...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掰掰... 跟鏡頭... 掰掰... 掰掰...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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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